其實我在中天已經在明年二月 就可以正式滿八年了 這八年的時間跑過了生活組 然後也跑過了節目組 那後來最後回到了政治中心 事實上這其實每一天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不止每一天 甚至每一天的上午跟下午 可能跑的新聞或是過的日子 其實都完全不同的 每一天都充滿了新鮮感 而身為在政治中心之後 跑大選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是每一個政治員或是政治記者 他都想要體驗的時刻 尤其在於我是跑過2018年的 這個縣市長選舉 還有2019年的總統選舉 那總統大選的部分 大家應該都知道關於韓國瑜的部分 那其實在2018的時候 那時候我是跑台中市長的選舉 就像選舉場你可以最明顯感受到 可能是那個氛圍吧 包含是在夜市的時候好了 其實韓國瑜創造了一些新的話題 或是新的一個選舉的方式 尤其是國瑜夜市是每一次 我們到了選舉場之後 就真的很想要去體驗的 那感受上呢 其實是雖然我們一整天忙著 而且還跟著行程一起跑 不過呢 永遠都不會餓著 永遠都不會渴到 因為有很多的民眾 他看到你在跑很辛苦 他就會特別地上的飲料 或是地上很多很多的食物 甚至請你吃請你喝 雖然我們都會說真的不要 不過呢 心都是暖的 那經歷這樣子一個大選的過程 你也可以充分的感受到 大選上或是在選舉當中怎麼樣讓一個人能夠推到他該有的位置上面 剛剛講到2018年跑過台中的市長選舉 那在2019年的時候還包括了總統大選 還有立委的選舉 那事實上其實特別值得強調是在2019的這一次呢 在新竹有一個我們韓國瑜那時候有一個傾聽之旅這樣子的一個活動存在 那每一個周末他都會下鄉去不同的縣市 那時候我去到的是新竹 其實那個行程排得非常非常的慢 一整天可能排了七八個廟宇之間 他要不斷地去巡迴 那時候我們還分了兩批的人 兩批人馬是以 譬如說我可能是135 那另外一個人是246 這樣的一個跑行程的方式 等於說呢 可能韓國瑜本身或是候選人本身自己也馬不停蹄以外 我們也必須立刻就跳上了採訪車 就直接跟著一起走 那這些記憶呢 都是讓我們非常非常珍惜 而且很寶貴的 當然我們必須說呢 其實選舉的東西 我們並沒有什麼押不押對保的問題 事實上就是跟著我們被下令要去的這個候選人 可能有人跑A有人跑B 那我們就是禁忠職守去做這樣的事情 跟大選是一個非常非常寶貴的經驗 我們剛剛也講到了 其實跟他們一起走 你也可以正式的聽到了民眾的心聲 還有民意的所歸以及眾望所歸 而且尤其呢聽到這個民意的部分 其實很多人都會告訴你 他認為現在政府可能需要去改變哪些重點 也希望你可以把這樣子一個意念 跟這樣的意見可以傳達回公司 也因此呢其實我們在做新聞的時候 我們都是秉持著非常中意的原則 而且你在現場可以感受到的民意支持 事實上就是真的民眾真實的心聲